6杯麵粉 1%的茶匙 沙发粉 少许盐 这3样的干粉 就放在这里 接着呢 我们就要把它放开 让它本身白了 沙发粉 放在这里 接着就把那些椰子 加少许糖 拌一拌 我们做饭头 一共拿两杯奶 在两杯奶 抽四分之一杯奶 就来发了这些 发纸 先来发纸 奶油要暖的 不要太热 太热 就会强热 它就不发的了 然后呢 我通常放在焗炉 焗炉就开暖 暖少许 开够暖 焗炉就要熄 放在焗炉 就让它发起它 那我们等到发纸 发起它 发亮的蛋 这蛋要热的 打完之后呢 就可以放在焗炉 放在焗炉 让它更暖 焗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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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奶 然后加半汤匙 烂溅 噶 所有水质的东西 就 放在一起 全部都是水质的 搓均匀后,把材料倒在干粉里 干粉是6杯,但我放5杯来搓 剩下5杯后期再加 倒在桌子上搓 搓10分钟 然后放入暖的部落 大概花1小时至1.5小时 搓出来 搓均匀 放在这里 搓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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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搓均匀 甚至换均匀 搓均匀 做均匀 要搓均匀 搓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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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着手搅拌 不用理解 搅拌之前记住洗手 搅拌 自己吃不重要的 不要给他 把它推出去 向外面推搅拌 它不会黏 它也会黏 搅拌后 向上向下 再搅拌 好 接着我把油放入盆子 把刀放在刚刚放在盘子上 拿去化 化1小时至1.5小时 我就化了1.5小时 把刀放在盘子上 然后我们就 现在开始 馒头 我们把刀放在小时 把刀放在盘子上 受制器 然后把刀放置 把刀放在盘子上 然后把刀放在盘子上 然后把它拉到盘子上 做得更好 把刀放在盘子上 加热 用盘子上 现在把刀放在盘子上 底部 现在的盘子上 把刀放在盘子上 洋葱 清蒸 洋葱可以直接切 碗頭形狀放入暖焗爐 這次我已經發了差不多一小時 比之前比較久一點 水滾 水滾 水滾放進去 蒸20分鐘 最透明的3分鐘 減低2度 這樣就可以有紋頭吃了 可以拍攝了 在拍攝嗎 有些水 嘩嘩 最有個發動